今天来带着大家小刀拉屁股开开眼 看一下什么叫做精品的天花板 哈喽大家好 我是魔王王 我的魔王与你分享 今天要和大家猜合分享的是 由抬头出品AMP系列 专门约会大作战当中的野刀神石箱 武器的安装需要拔掉头部 安插在手中即可 首先啊 本款精品的动势啊 可谓极具张力 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过去啊 都有着强烈的冲击感 在面向方面 表情就是一个标准的战斗脸 古官的细节 尤其是水部啊 都有刻画到位 头顶的发罐 有给到分色 黄发依旧是在透明零件的基础上 进行的渐变涂装 细节锐度表现啊 相对来说还算可以 精品呢 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零装造型 在装甲上 这一次是毫不吝啬的 给到了金束涂装和珠光漆 整体的质感表现啊 十分出色 这就让同期发射的狂三啊 非常尴尬了 手中的凹杀弓 有着十分工整的分色涂装 凸显气势的同时 也使得景品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过去啊 都可以实现三角构图 虽说整个景品 是有着不错的漆面表现 但是金色的发色啊 个人感觉是有些偏绿 裙摆是用到了软胶的透明零件 上面带有着淡粉色的渐变涂装 褶周细节也相对自然 整体的质感表现啊 还是相当不错的 在裙下看不到的地方 也有给到分色涂装 太细了吧 我的哥 配件当中 有给到这样的一个透明支架 如果是长期在外展示的话 还是建议做好支撑 地台有给到一个 带有十字浮雕的透明零件 那以上啊 就看完了本款景品的全部内容 全高21厘米 一张半的价格 能用如此的素质表现 真的是值得好好夸赞一下 感觉啊 要是本款景品 再能把细节表现往上提一提 择死部分的手办厂商啊 那都是轻轻松松 但话又说回来 毕竟这是一款景品啊 如果溢价太严重的话 完全是不建议追高的 那以上就是本期 模玩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要记得多多点赞 我是王王 如果有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